沿木春风,你去大热门赢马沿途比较被动,有没有贪心? 它的跑法是这样的,你担心都没有法治了 它是一只比较长的马,需要有些形势帮它 有没有尝试?之前也试过,想它摆前走 它不是速度型的马 你强行摆前走,反而会影响它的后境 它是反高意志志,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去适应香港? 我觉得它的情绪比较热一点 它有多容易急躁 就是急躁 是的,是急躁 所以还是比较稠熟一点 它现在是否有没有改善? 好了很多,它走一圈 你也看到它没有以前那么急,也定了很多 除了沙田草地之外,它的泥地都可以 是的,我也觉得它泥地应该会跑得挺好 就至于沙田地硬,它几次跑沙田,它都跑不到水中 所以我都尽量避开田草 那潘顿斯赢得到,是否一匹比较多功夫呢? 也不是的 你看到杨明伦和郭能都跑到2-3-3 其实它最主要都是补充形势,要避免它 即是快些补充才行 是的,一定是 有些补充快,有位置给它上 非常好 恭喜你,谢谢你 谢谢